才剛傳出爆炸聲 公寓三樓馬上陷入火海 熊熊大火從窗戶不斷冒出 火蛇吞噬了整層樓 弄弄黑煙直喘田際 嚇得趕緊逃出家門 回想起事發經過 臉上還有些驚恐 7號晚間11點多 三重這棟公寓住戶正要準備睡覺 先是聽到冷氣機發出嗡嗡嗡的聲音 沒過多久就起火燃燒 嚇得趕緊邊撥打119 邊通知鄰居逃命 消防隊貨爆後出動82名消防隊員 到場拉水線灌救 幸好很快就順利撲滅 期貨的三樓有5個人一度受困 整棟公寓一共疏散19名住戶 重回這棟公寓外牆被燒得焦黑 窗戶也全都破裂 不過怎麼會突然起火 原因得等到火掉結果出爐 警消初步研判疑似是窗型冷氣 連接遙控器的電線走火 冷氣業者說遙控器電線走火比較少見 可能跟電線老舊有關 但窗型冷氣最有可能因為壓縮機電線 勞化短路 起火後點燃冷煤才會發生火警 業者建議每兩年就要保養一次 另外散熱片也要定期清潔 畢竟夏天冷氣使用率高 得勤保養定期檢查 避免短路期貨 TVBS宣傳官員 林立敏郭穎新媒體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